每个人都有长痘痘的经验 尤其在我们大吃大喝后 肌肤就会开始变得不稳定 痘痘就会早上门来 有时候一颗痘痘足以让我们不想出门见人 长痘痘就是一个非常懊恼又烦人的问题 抗痘有很多种方法 吃蔬果就是一种天然又健康的选择 今天我建小师为你带来五种抗痘的水果 草莓拥有大量的抗氧化剂 可以减少我们人体的自由基 这样可以防止皮脂被快速氧化 每当皮脂被自由基氧化后 很有可能导致脸部毛孔阻塞 毛孔阻塞后会产生许多肌肤问题 粉刺痘痘就是主要的后果 在这里草莓就是肌肤的救星啦 它可以防止肌肤毛孔阻塞 然而减低粉刺痘痘的滋生几率 草莓的维他命C也可以治疗泛红的肌肤 加速豆疤的代谢 喜爱吃草莓又想解决痘痘问题的人 就应该多吃草莓 每日一苹果一生远离我 这一句话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 那是因为苹果是我们人类常食用的水果之一 同时苹果是所有蔬果中 营养价值最接近完美的一个 苹果含有半乳糖醇酸 对排毒的功效非常明显 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让肌肤变得红润通透 体内的毒素排出了 能使身体回到原本的状态 脸上的豆豆就自然会慢慢好起来了 相信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 木瓜牛奶能丰胸 但是木瓜也是对付豆豆的其中一种水果 木瓜含有大量的红番茄素 它能保护肌肤免受自由基氧化 再也就是含有木瓜蛋白酶和木瓜凝乳蛋白酶 它们都是抗菌抗病毒的好帮手 同时也能帮助脚质的代谢 让毛孔通畅 促进新细胞的更新 此细胞再生速度增加30%以上 当然把木瓜打成汁来喝能帮助更好的吸收 但不建议加奶 因为乳汁产品会使豆豆更加严重 柠檬也是名副其实的抗豆产食 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对付豆豆的方法 把柠檬打成汁来喝 可以减少皮脂腺分泌 每当皮脂腺分泌减少的时候 就能解决毛孔主材的问题 当肌肤畅通无主的时候 豆豆就自然减少了 喝柠檬汁也能淡化豆疤 美白肌肤 同时还能让辣黄的牙齿变得洁白 但是记得必须在饭后才喝柠檬汁 不然对肠胃来说是一种刺激 爱美人士都爱喝柠檬汁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豆豆和便秘的问题 那就必须先把便秘的问题给解决先 因为肠道健康会间接影响到脸部的状况 如果便秘的问题解决了 脸上的豆豆的问题也会跟着改善的 要解决便秘的问题 就必须先服用足够的膳食纤维跟益生菌 奇异果就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的益生菌滋生 也是益生菌主要的养分 然而益生菌能在肠道压制不好的细菌生长 它能保持肠道健康 奇异果也是含有大量的维他命C 能帮助淡化豆豆流下来的豆疤 多次水果对治疗豆豆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效果也相对的比较慢 不是说吃了几天水果就能消灭豆豆的 要持之宇恒 也要多注意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 以及肌肤的保养 同时也要搭配运动 才能使豆豆不在我们的脸上放肆 最后祝五间们都能拥有美美的肌肤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下次容易带来更精彩的五间小事 拜拜